哇塞 太香了 好吃不外天 好吃 老北京土著做的上海咸肉菜饭 你们觉得能好吃吗 今天我就给大家露一首 片美式菜谱 你们不要走开 准备上好的东北大米一斤 提前淘洗浸泡 准备上好的咸五花肉250克 锅中放清水 加少许的食用碱 咸肉下锅 锅开以后再煮三五分钟 捞上来洗干净 这样可以去掉表面的脏东西和异味 煮完以后发现 还有些残余的猪毛 火功把它给收拾干净了 把咸五花肉切成细条备用 准备苏式香肠三到四根 苏式香肠没有川味香肠的麻辣味 也没有广式香肠那么甜 但是有浓郁的酒香 把香肠切成小滚刀块备用 小葱生姜大蒜切好了备用 上海清洗干净了 切成小块 菜叶和菜帮子要分开放 砂锅烧热 倒入少许的植物油 由五成热 下入咸肉 煸出香味和油脂 这时候放小葱白 姜末和蒜末 几分钟以后再加入香肠 淋上广东米酒 也可以用黄酒或料酒 不放也可以 把咸肉香肠倒出来 锅中流出少量油 可别关火 先下菜班 再下菜叶 两个部位需要的火候不一样 咱要有先有后 青菜遇到猪油会变得绿油油亮晶晶的 这时候赶快出锅 锅里头再加猪油 油热了以后倒入大米和适量的清水 加入咸肉香肠 不断的搅拌 开锅以后 改小火熬制 让肉的油脂和香味充分的被大米吸收 这时候可以盖上锅盖 时不时的打开搅拌几下 如果不喜欢锅底的锅巴太多的话 也可以不盖盖一直搅拌 待它自熟 莫催它 火候足时它自美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苏东坡说的 关火 把青菜放进去 焖个两三分钟 再撒上小葱 搅拌好了 这就齐活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 当猪油碰上碳水 你抗拒得了吗 感觉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打几分 两分几分 晚分十分 打十一分 打十一分 我的假 你也可以把材料放在电饭锅里一键完成 但是我更喜欢经典的做法 越用心就越好吃 但是您可记住了 上海青一定要出锅前再放 否则卖馅会很难看 你把材料放在电饭锅里一锅上碳水 你把材料放在电饭锅里一锅上碳水